回回半年的最強4名標5K回來了 27日重返新莊田徑場 適逢萬聖節慶 節慶股份有限公司號召跑友們 邊跑步邊搞怪 並準備多項獎金及毫禮 舉辦抽獎活動 回饋給熱情參與的跑友們 參賽者發揮創意 搞怪變裝超吸睛 除了美國隊長瑪莉歐 時下最流行的魷魚遊戲也不缺席 超馬三太子表示 活動氣氛很好 也號召大家一起運動 增強免疫力 為防疫盡一份心 很開心我們台灣的疫情漸漸的趨緩 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的熱情跟有活力 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這種運動 增強自己的體抗力跟免疫系統 讓我們國家的醫療資源能夠更強大 這次邀請讓希望擔任配數員 有氣象達人之稱的吳勝宇表示 今天天氣涼爽 適合跑步 未來訓練將以台北馬為目標 今天的狀態還不錯 因為天氣很好 最近天氣開始變涼了 剛好接下來也開始有賽事了 可能很多人在準備萬金石 很多人在準備台北馬 接下來這段時間應該都會滿涼的 應該是很好準備的時候 今年主要就是台北馬 今年唯一的一場 希望也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每月一次的最強盛名標5K 可以提升體能 也能檢測平時訓練的成果 下個月將在11月17日 於新莊田律場舉辦 喜愛跑步的朋友們 不要錯過囉 孫內TV 新北報導 示範